狼牙榜之风起长林,终于迎来了大结局,萧平金和寻飞斩成功偷出了小皇帝,最后野青王成功,萧原起计划多年的萌本终究还是失败了。 当小皇帝重返皇宫面对萧原起时,一去杀,斩金结铁,绝绝过断,一个少年在一夜之间暴风成长,而萧平斩也灭死掉了自己的盒饭,被赶欣慰啊。 评论之后,萧平小哥哥还是选择远离侨堂,和威为灵溪妹子先是旋转挑跃转圈圈,然后一起红尘做饭活得萧萧摆打牌这样的happy ending。 编剧或许是不忍心让书皇的悲剧再重演一遍吧,此生遗落,来势必见,萧金和灵溪实现了当年书皇的约定,但不得不说《狼牙板2》的这个大结局太仓促了,有很多back存在。 比如小皇帝萧原是明明知道,萧原起,会在长林王府,是埋伏那平静,带着他逃进长林王府时,他为什么不提醒,而且以萧平静的聪明才智,怎么可能才不到长林王府,一定会有埋伏。 可能编剧是想给观众再一波回忆沙发,像引出当年静王府和苏宅逆到这个梗,以此展现一种传承,当年齐王亲赐府邸对静王,静王将府邸留给了长林王萧婷生,而且明明该是一场很精彩的大战,最后却处理成狼牙榜高手的单打独斗,看着有点不爽,不够尽兴。 即使存在这些不合理的bag但最后,朝堂大战之后,萧平静走出大殿,回头的那瞬间的眼神,眼底的苍凉,一下子就让小八入戏,刘浩然用演技撑起了后半端的剧情啊,为浩然弟弟疯狂打口,侠不掩瑜,狼牙榜二,你就是一部良心作品,为他流了无数眼泪之后, 如今,结局了小八对他仍有很多不舍,不舍狼牙榜二里的那些女人,清冷但心中自幼抱负的灵犀,单纯却深知大义的毛贤血,身不由己却能守住良知的群安竹,更不舍消家的那三个男人。 不舍消平静,那个,既能在沙场上奋力抗敌,也能在朝堂上游刃有余的长铃世子,他既能抗路宠妻,又能护佑弟弟,即使知道自己的身世,仍旧先回家国。 不舍老王爷消停声,一个完美连接了两部狼牙榜的人物,剧中的种种回忆杀,都因他而起,飞溜的金丝软甲,无尽也给的功。 他一生谨遵天使教导,谨心建立护卫江山百姓,尽管换来的是财迹,依旧坚持忠肝义胆,一官赞皇令,以骨归眉领,作为长铃风骨的魂。 肖平生的这一生,无愧于当初没长苏的教导,不守肖平经,那个天性飞扬洒脱的天灵少年,像极了少年灵叔,有爹队,有凶宠,有妹子客聊,多希望他可以永远不用长大,当一个随心所欲的长铃二公子。 只是后来他被迫负重,一夜成长为怀化将军,即使归以狼然阁之后,国家有难,依旧挺山而出,功臣之后又出山而去,还有很多很多的不舍。 不守剧中那些美好的君臣情,父子,情,兄弟情,好在刘浩然代言了大话西游手游,在没有肖平经的日子里,可以在那与他相遇,从梅长苏到肖平经,从胡歌到刘浩然。 大话选择的代言人,都是中甘一达的形象,十分贴合大话西游有情有义有兄弟的口号呢,再过几天就要迎来全街小场价了,与其面对着来自七大姑八大姨的灵魂讨论,倒不如在大话西游江湖里快溢江湖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